燕王得知白平亭居然没有死 而且还在战场上救了楚北杰脱离险境的消息 这不管楚北杰是真的要烦还是假的要烦 这燕王心想 反正这对大燕来说应该都算是一个好事 那说到这个白蓝果 这个驸马和侠来到了公主的请宫 就为了公主因为自己而遭受楚北杰的质问而请罪 那耀天公主于是就提点了这个驸马 说驸马你既然处处都提防着这个贵丞相 那为何就这么相信这个靖国章尚书的妇女呢 应该要知道这个白蓝果将会是 我要天和你驸马和侠两个人的白蓝果 而这个天下也将会是我们两个人的天下 所以这个靠谁还不如靠自己来的妥当 而且以耀天他在大梁做十年人质的经验得知 他们现在应该要赢人 这一切的羞辱都是战实地 好那说到这个靖国了 张尚书在楚北杰返回大晋的路上 就设下了重重的陷阱 这目的当然就只有一个 就是绝对不能让他和白蓝亭两个人活着回大晋 等到这个张贵妃假运欺瞒 生下皇子就让这个代王司马虹归西 那他就有一万个理由可以另立新军 好吧那楚北杰跟白蓝亭也不是什么普通的人物 一路上在杀退了第一批杀手之后 这个竹志多摩的白蓝亭决定和这个杀手们玩一个小把戏 他就拉着这个楚北杰一起亲手做了一些小机关 安装在船上 将这一群水鬼玩弄于鼓掌之间 在他们的安排之下大家都以为这个白蓝亭和楚北杰已经死了 那接下来他们两个人的回国之路那可就安全了 那说到这个晋国这个代王司马虹的身体也是每况愈下 这一天居然连举起茶杯的力气都没有了 此时奉命前去白禁交界处迎接楚北杰环朝的张尚书 我惶恐回报说接到献报说这个郑北将军楚北杰已经被杀害了